最近疫情連環報 目前調查發現兩條傳播列 分別是防疫計程車司機是一單一事件 清潛員歌友會戰列群聚 一時分析機場保全恐怕 和計程車司機一樣 是另外一個傳染鏈 必須把來源調查清楚 避免疫情悄悄擴散 訪問上鄭文燦今天表示 機場有多條的傳播鏈 社區已經不安全 每一天都是壓力測試期 社區傳播的風險是存在的 病毒再度攻破國門 桃園市長鄭文燦直言機場有確診 社區就已不安全 確診天天增加 鄭文燦直言還有更多感染源 從現在到過年 可以講都是高風險期 入境的風險仍然會降低 那入境的確診個案 不一定只有這條傳播鏈 並不是單一一次的群聚案件 地方政府揪源頭 就連醫界也認為感染源不單純 看看目前逃及疫情 主委中心調查發現 第一條傳播鏈 有一名清潔員抗體陽性 可能是最早感染個案 目前和同事各有會 站立群聚 不過防疫計程車司機 和清潔員不同系列 恐怕是在客感染成為另一條傳播鏈 但值得注意的是 染疫女保全曾幫旅客推行李 醫師也分析有可能爆出第三條傳播鏈 才會考慮那個行李的轉盤等等 有可能病人他之前很久以前摸過 但病毒都殘留在上面 我們現在再去幫忙拿這些行李 其實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消毒好的話 而新增一名保存染疫 還必須理性源頭 然而近期又將有許多旅客 陸續返鄉入境 醫師也示警 至少這兩週是疫情傳播極度危險的時間 接觸傳播是一個很重要的模式 那尤其是在冬天 那一病毒在物體的存留時間會更久 所以這個會是更為更為重要的一個傳染鏈 淘機催診連環報 從業人員約三萬人 恐怕都處在染病風險中 就怕能防堵住 不讓疫情繼續燒 現在眼看著境外大爆發 還隨著淘機群聚嚴肅擴大 警察官陳兄昨天就宣布說 即日起開放接種兩劑疫苗 而且滿十二週的十八歲以上民眾 你可以來施打第三劑疫苗了 那麼民眾問說 第三劑疫苗我要怎麼選擇呢 我們現在要告訴您 如果你第一第二劑基礎劑打的是莫德納 還有BNT疫苗或是蛋白質次單元疫苗 像是高端疫苗的話 那麼你第三劑就可以選擇接種莫德納 BNT高端或者是AZ 那麼如果你是混打 講說你DZ打的是AZ 第二劑是莫德納 你第三劑就跟第二劑一樣 一樣是打莫德納 那麼另外看到 如果你第一第二劑打的都是AZ的話 第三劑的追加劑你就不要再打AZ了 而現在各縣市也紛紛加援 他們的防疫作為 像是北北基桃四縣市 即日起停止醫院探兵 我要預約第三劑可以幫我爸媽預約 一早民眾就衝到診所 想要預約第三劑 但診所只能先登記 看看有沒有殘劑 他們是說疫情比較緊張 還是打第三劑比較好 我也會想要接種第三劑 因為最近那個真的好像越來越嚴重 再跳回去都額滿啊 點進台北市預約平台 很多醫學中心或是各區的診所 幾乎都顯示額滿 九點一開放十五分鐘 就湧入二點三萬人 第三劑非常搶手 就連診所電話也快被打爆 我們這邊已經幫你做登記了喔 昨天宣布以後就很多人打電話 來詢問第三劑 因為原來我們的疫苗是誰到誰打 他們希望能誰到誰打 禮辦公室門口也湧現排隊人潮 想要預約系統額滿也難以預約 淘機爆發疫情因應Omicron威脅 指揮中心調整政策 第三劑間隔縮短為十二週 滿十八歲在接種兩劑後滿十二週 都建議這家第三劑 如果是莫德納則只要半劑量 BNT、AZ高端都是全劑量 如果前兩劑施打AZ 一是建議第三劑最好選擇mRNA疫苗 打AZ還是當然是擔心血栓 但是打第三劑的目的 還是希望抗體高一點 那mRNA疫苗好像是比較符合這個需求 想打第三劑各縣市自行開放預約 或是可以查詢疫苗地圖 疫苗地圖瞬間湧入流量 需要耐心等待 民眾跟基層診所還是希望 重啟疫苗預約平台 讓想打第三劑的都可以順利接種